LioLio世紀 天氣中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次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那這位玩家是MBL MBL是接近 這個像是Viper他們等級一樣存在的選手 也是A10級選手 沒有意外的話 MBL這次也是有機會 獲得這次的世界冠軍 那MBL我覺得他的實力 比較偏向於這種 像Hela那種快攻的感覺 他很容易打到大後期 就是可能拖到後期就有點後繼無力的感覺 所以我會比較把他偏向分類於 像是Hela一樣的選手 而不是尖進Viper 那Viper的話就是真的超純龍的類型 我覺得實力可以大致二分法 就是一種就是手術型 操作型選手就是像Hela MBL 然後再來就是Viper Viper就是純龍型的選手 那比較代表性的像是Yo也是 又也算是半偏龍的一種純龍的玩家 那我覺得MBL選擇瑪雅的話 其實算是 瑪雅算是偏龍的文明 因為瑪雅算是他有工兵減免的效果 而且他有這個資源永續的關係 所以資源可以挖久一點 所以會算是偏龍一點的 那瑪雅人的軍事強度來說 也不到非常強 但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尤其是他的老鷹 黃金國可以血量到100滴血 到後期是一個強大的存在 再來就是工兵減免的部分 這個是需要有這個大量經濟的時候 你的工兵減免才會比較有感 你經濟不夠好的時候 這個減免感覺不太優 就是因為你沒有經濟加成嘛 經濟加成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導致你這個減免 所以會有點無感 所以我覺得MBL玩類似這種文明的時候 可能要玩的偏龍一點 而不是要打這個打兇一點 我覺得MBL他的實力還是蠻強悍的 至少還是跟MAP是同一等級的 不是在下一階那一種的 就是同一等級的 那我覺得瑪莉人 瑪莉人這個文明算是這次改版的重頭戲 他金礦可以持續15% 而且採集速度增加15% 而且攜帶量也是增加15% 所以總體而言 瑪莉人這次的強化非常強大 不管是黑暗時代 封建時代 城堡時代 都有一定的載之力 就是因為這個黃金的挖的速度夠快 而且還可以挖的更久 以前都是要到了帝王時代 才能打出巨大優勢來 因為這個金礦的存續時間夠久 挖的金可以挖的久一點 自然可以逆轉低了 但現在就是你黑暗時代開手 挖金速度就很快了 所以導致他在黑暗時代打棒棒開局 或者是小公開局 都有一個不錯的成果 所以我覺得瑪莉人 算是 對我來做是心目中A10級的文明 每個人的心中評價不一樣 但我覺得瑪莉是A10級的 所以我覺得瑪莉人 這位玩家是VChester VChester也是非常強大的選手 他也是跟ViperNBL同等級的 我最近的影片 有看到一些比較強悍的選手 然後再玩一些比較特殊的文明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會怎麼打這些文明吧 好 那瑪莉人我們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瑪莉人的話可以打步兵喔 但是你們會發現 欸 雷歐你說可以打步兵 那為什麼他攻擊力只有二攻 那因為他二攻 原因是因為他本身太過強了 瑪莉為什麼步兵會很強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步兵 有這個一遠防的加成 大家一出來 這個民兵 遠防會自動加1 每個時代多1加1喔 對封建時代的時候就是 防會多1的意思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待會喔 如果直接上裝甲的話 傷會更強 那這邊瑪莉是沒有打算打裝甲的意思 他只有兩棒棒 兩棒棒通常不會升裝甲步兵 那待會我們看到這個防衛好像是1加力 待會升時代的時候就會發現 欸 變成2加力 效果就會更好一點 好 那瑪莉人出移之外 帝王師大還可以點下飆悍精神 飆悍精神點完之後呢 就可以喔 去讓自己的輕騎兵阿 還有自己的 欸這個騎士駱駝 直接加5攻喔 傷害非常高 騎士的傷害高達 7加7吧 那駱駝的傷害 7加7的傷害 非常的痛 攻擊力跟一隻騎士沒什麼兩樣 這個駱駝 那我印象中 瑪莉人的駱駝 是攻擊力最高的駱駝 以這個基本面表來看喔 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以外傷來說的話是虛擬羅人 攻速最快的話是印度斯坦 有時候 講得不太完整喔 大家會覺得欸我怎麼又講錯了 但 就是你知道嗎 在播報比賽的時候很容易被人家會錯慾喔 其實有點麻煩 不講清楚的話又會被 用一些我的沒的 不是阿其他窩命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我沒講清楚而已喔 其實大多數時候大家還是輕鬆看影片就好 不用太在意到底 哪個窩命一定是怎樣一定是怎樣 其實大致上方向對就好 我也不是說一定說 百分之百是對的 大家也可以糾正我沒有關係 但是這種細節的部分喔 大家就稍微聽過就好 好 畢竟 這麼注重細節喔 可能 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喔 大家就聽聽就好 好 那我們來看到 封劍磁帶瑪雅要打的是G雲開 那G雲開的話 待會還要再補一下射箭場 沒意外的話 這個G雲也不會出老鷹喔 老鷹應該不會這個時間錯喔 還是會直接下射箭場 好 這裡直接用這個村民 把這個棒棒血量打殘喔 這個算是細節喔 你們看MBL 把這個殘血的村民拉回家了 這就是用自己的村民去跟對方棒棒交換 把對方棒棒血量拉低喔 就可以很容易反殺回去喔 甚至你不用圍 還不用圍死 那我為什麼會說MBL甚至頂尖玩家 就是他對這個觀念我非常到位 那我們一般玩家 遇到棒棒啊 或者是 前期的壓制的時候 村民都會很慌 都不會想反打回去 那這些頂尖選手都知道 欸你現在沒有升裝甲步兵 我直接棒棒反打回去喔 就差不多 欸靠 結果你還是點封劍時代 然後 民兵要升裝甲了 我好像沒有補兩隻棒棒過來 哇 你看這邊防御直接多加1喔 防御1加1 防御1加1 超慘步兵 一開始防御就加1的步兵文明喔 對於上這個毛兵喔 還有這個弓兵喔 效果都是不錯的 好 裝甲步兵再點一下 那個馬力打步兵很猛 好 生成裝甲步兵之後 攻擊力來到了6加0 這邊情況牧場應該是靠不進去 趕快繞一下 哎唷 上面很高啊 高打低 那個血量掉超快 如果是日本的話 攻速更快 砍得更誇張 但馬力 他步兵強大是因為遠方 並不是他的基本素質 他的攻擊力 並沒有太大的 顯著的效果 但是工兵過來的話 就會打得很癢 而且你們在想 如果馬力人 這個時候再點一下1級防 防御3 然後對方工兵 沒有點1級這個情況下 工兵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這就是馬力人 封建時代步兵很強大的地方 但是步兵啊 依舊還是被攻兵康可 你只要一直走A走A 拉距離 還是很輕鬆的 可以把步兵給解決掉 好 這邊轉出了老鷹 老鷹去抓一下 抓到一隻村民幹 沒問題這個想要反殺 老鷹有機會嗎 但是差一點自己卡自己村民 卡死了 哎唷 結果手殺拿到的是MBL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把MBL定義為 手術型玩家 好 雖然下面的老鷹 解決掉了一隻村民 但自己工兵也被反殺了 裝甲步兵直接回頭反殺成功 前方的工兵也是 小打小弄 對手逼了回去 好 上方裝甲步兵在後方騷擾 前線工兵也在打 MBL這一波操作秀得還不錯 又拿到一點優勢 而且他這邊早期就點下了這個輪軸技術 這個觀念非常好 我才剛剛才在嘴他說 打這個蠻藥打的偏濃一點 哇 他沒想到直接真的開濃啊 連這個輪軸就早早就點下了 OK 那MBL也是有在進化 並不是這麼以前的刻板觀念 他就是手術型玩家 他也是有在顧經濟的 那我覺得MBL他最近的練習走向有點偏向 有點像右這種感覺 又也是非常強大的一位選手 那MBL他的打法有在慢慢調整當中 最近看了他幾場比賽 其實都打得還不錯 而且強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他基本上是秒殺對手 所以導致沒什麼好撥人 所以我就沒有放下來給大家看 那這場比賽我就覺得蠻有意思的 因為瑪雅本身是一個偏龍的文明 那MBL來玩 剛好可以突出 突現出他的這個改變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邊房子 補得還不錯 三個房子都堵起來了 但防守來說的話 可能這邊還在補個TC喔 這裡也是喔 這裡可能沒辦法蓋TC 這是高地 好 那左邊這邊防守會有點小小的危險 因為這裡沒有任何箭塔 封面過來可能會爆開 趕快把兵拉過來一下 來這邊巡邏一下會比較好 這邊工兵直接把對手的工兵給追死 老鷹也沒有再繼續出 直接開打農兵 因為瑪雅的工兵很便宜喔 有這個減免的效果 所以這邊一直出老鷹的話 前行經濟其實會很差的 那這邊只要多轉一些 工兵出來的話 對瑪雅人喔 還算是有點優勢的 好 這邊直接想要上高地 金礦處 射光這些村民 結果這邊三隻毛兵站崗成功 攔截到的是三隻工兵喔 非常漂亮 MBL防守最近也是練得非常淺 雖然他本來就很厲害了 但我覺得他最近又有在變強了 真的覺得 一直覺得自己有變強 但沒想到這些直接選手也變得更強了 真的是一三比一三高 所以就如Chip所說的 這個Meta一直在改變 玩 選手的等級實力也一直在改變 就覺得這個遊戲喔 上限真的越來越高了 因為很多 職業選手遊戲啊 或是那種競技遊戲喔 玩到後面其實大家Meta都差不多 但世紀帝國就很特別喔 Meta可以一直改來改去的 很多一改版喔 打法啊 風格喔 都會有所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Chip最有趣的地方 這就是為什麼他是經驗不敗款 這個遊戲喔 好 上到了城堡3的瑪莉喔 第一時間開下了3TC 瑪莉由於這個金礦加成關係喔 所以經濟會很好 這邊挖到黃金喔 可以投資木頭跟木材 可以做一波二級農二級木喔 直接農上去 但這些食物喔跟黃金喔 應該會先投資在騎士上 可以去爭取一點時間喔 他的馬丘在哪裡我怎麼看到 在後面啊 哇 藏兩個 這個有點心機啊 還不是蓋在右邊這個位置喔 讓對方看到 那這邊騎士應該也不用藏喔 對方毛病已經看到 那瑪雅這邊依舊在出弓兵 下方這坨弓兵也是被解掉 全部都是弓兵的屍體 正邊弓兵集結 但這邊弓兵其實不應該出去的喔 要趕快拉回家才對 因為騎士如果正面硬打的話 可能奴兵來不及升級好 弓兵就會直接被硬騎了 因為現在這個騎士喔 傷害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防禦非常厚 三防 那現在有一級射的情況下 二級射還沒好 射一下騎士只有兩滴血 所以這邊可能要趕快測一下會比較好 趕快測趕快測 好這邊奴兵按下去 二級射趕快補 好 那瑪雅沒意外的話 也要趕快補下三TC喔 用三TC不趕快補 進進去或很差 但這邊有點猶豫要補哪裡喔 這個TC位置 可能可以補這個位置還不錯 放區 玩在這裡 一講我就嚇了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TC的位置 就是可以讓一些玩家們 因為有些新手們 對4EG我真的不熟 我不知道TC幹哪裡比較好 所以我還是會加強 兩下這個TC下的位置 後面過來 試個一下 但是沒有單道靴 下三TC的情況下 是不會有單道靴的 這個時間點喔 瑪莉人可以盡可能 用秀一些操作去躲箭矢 把自己的騎士殺 受到傷害啊 降到最低 像B陣啊 抖洞啊 都是一個不錯閃箭矢的效果 好 瑪莉人3TC補下 趕快再補下二級農會更好 瑪莉經濟強大的一個地方 是在她後期喔 那她前期的話 經濟其實是跟其他衛兵差不多的 而且她只有一開始多一村的優勢喔 那多這一村喔 其實經濟來說就會相當好 瑪莉這邊並沒有再繼續往前壓 反而是打一個很穩定的 先打僧侶 僧侶先開農個幾隻出來 攻兵守一下 然後看對手在哪裡就去撿一下防守 沒有前壓喔 那她可能覺得這邊前壓的話 很有可能工兵會被收光 但她看到對手的數量 欸只有五隻騎士 就代表對方帶偷了喔 所以MBL很主觀的喔 直接看到 五隻騎士沒有再繼續爆 我就可以先前壓了 反正你家裡應該也沒什麼兵 你一定是在農了 結果殊不知這裡有台頭車 在這邊工兵砸了一發 欸唷這邊B站直接閃掉 直接收掉兩村 哇 果然是操作型的選手 MBL這邊反應相當迅速 這個視野師第一時間就看到了 這個頭死車馬上就反應出來了 她可能已經有心裡預判到 對手上已經頭子車出來 在等她了 這個很不容易喔 因為我的工兵過去 通常都會先放過去 走欸喔 然後就停住 然後才開始射 她是一看到出 我們就先射個兩發 然後才在躲這個頭死 這個是相當細節的一個操作 好 那MBL打出的一個戰術是 工兵開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兩邊打偏龍喔 所以前期應該都是小島小鬧 不會有太多的一個戰果出現 好 這邊工兵也是稍微秀一下操作 頭死都沒有打到 都打擦邊球 工兵全部殘血 有沒有到全部啦 大概一半左右 好 工兵過來壓一下 但是後面再憋這個 瑪雅與射手 瑪雅劍與射手 那這邊應該可能要憋一下 不能再直接硬打 那這邊其實也不敢硬上雲 因為怕直接上行 生女會早走 那這邊頭死車一直往前 是可以一直逼掉對方的生女 跟工兵的一個走向了 好 這邊一定要硬打了 頭車直接 近距離開尻 騎士 敢過來嗎 這邊再繼續控生女 但是不太敢繼續著想 因為頭死車會反殺生女 這個各種方面細節一直拉滿拉好 沒有老硬就是這麼痛苦 這邊再找到一發就倒了 倒了 倒了 真的倒光了 剛剛講完就倒光了 是不是在賭奶啊 好 那這邊村民要趕快拉一下 這邊是頭車可以砸到 然後就 兩村 又直接掃兩村 好 那瑪雅可以考慮點一下 救贖思想 直接招投資器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現在直接點的話 投資黃金其實滿大量的 那這個時間點可能要 變一下帝王時代 這邊自願點喔 是有可能出到 這個帝王的 這邊這個自願點 其實實物差不多了 黃金再 點一下這個救贖思想 好像有點 太過浮誇 好像400多黃金 這個黃金都已經800了 不到1000 所以買個肉 就差不多 上帝王 也OK 好 這個城堡該不好 哇靠這個城堡直接被砸掉 哇 瑪雅這裡沒有回收 650石頭 直接沒了 但是帝王順利點一下 MBL 這邊操作有點失誤啊 地基敲下去之後 沒有Delete掉 結果直接被投石頭砸了一巴 650的石頭直接蒸發啊 哇 太虧了 那瑪莉在右邊蓋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算偏高地 而且還可以稍微空到金 還不錯的位置 只要能在高地 就可以防守平地來的巨型投石機的額外傷害 可以降低一些 所以城堡蓋高地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高地 可能好像在想辦法 補一下 這個城堡在這裡 這邊先壓一個採礦營地 避免對手直接壓城堡在這個位置 哇這邊砸到了 但是蠻好於射手 的一個機動優勢 還是比較強大的 血量也比一半的工兵多一點 50滴血 到金瑞的話會65滴血 所以基本上蠻有射手 直接把他當作馬弓來使用 就可以了 不要把他想成是布弓 那如果他是馬弓的話 就可以盡可能去秀自己的超作 工兵是比較難秀的 但馬弓就很好 逼著一下 沒逼 直接後面被砸死 這個頭側已經賺到了蠻多的東西了 賺到650石頭 再加上幾村 還有少量的羽射手 這邊可能要拉一隻僧侶 來補下羽射手的血量 太低了 舊車這邊城堡蓋好 家裡城堡只有一座 第二座城堡可以直接蓋這個位置 這採礦地可以低掉了吧 直接壓這個位置 有點尷尬 偏後面的 但還是有點危險 好 那馬力人這邊也上到了帝王時代 兩邊都一個溫溫的 上帝王時代成功 拇指環這邊也下 瑪雅這邊可能要考慮直接上這個 三宮三房 還有這個彈道學化學 彈道學他居然忘記升 然後帝王本來是要直升化學的 結果因為沒有辦法 結果先升彈道學 沒有資源可以上 好馬力這一點目標就很明確了 直接上重裝騎士加上飆漢精神 然後待會轉出大浪奇蹟 馬爆一波 GG斯米拉 那瑪雅如果要打騎士高攻擊力傷害的情況下 如果還是要出點幾兵會比較好 單純靠馬力射手有點困難 因為馬力射手他的攻擊是偏低的 即時化學在補香區也只有九攻 比喬木還少了一攻 打騎士傷害更慘一點 雖然有這個跑速優勢 但是 也沒有跑得比馬快 所以打起來是會有點難打一點 我覺得還是要轉一點騎兵出來 擋對方的馬爆會比較OK一點 不然正面很容易就直接一片倒了 好這邊修道院直接被砸爛 趕快撿生物往後搬 當生物就可以繼續產出黃金 正面開始慢慢被攻破 這邊有肉馬開始溜了進來 但是飆漢精神依舊沒有點像 中間的馬與射手想給到最大的壓力 繼續往前前壓 左邊的馬力城堡與蓋蘭俠 要來他就是控圖了 空鞋金礦處跟石頭 那馬亞這邊還沒有即時控圖 由於自己損失掉了一座城堡 所以在外面控圖的時間 會稍微偏慢一點 那馬力就可以利用這些時間 繼續把自己的優勢給擴大 城堡後面繼續補一個 哇不是補這個位置 如果是我想補這個高底 那魚射手直接從後面溜進去 分兩隊 兩隊騷擾 那如果弓箭手沒有聚在一起的話 傷害力其實是很差的 很容易被騎士直接硬打反回去 像這樣子 直接尻光了 這個在走A好像E也不太大 因為失望太少 走A的效益其實不是很夠 哇結果我這裡一直騎士都沒收掉 完了 BBQ了 這邊MBL極度想要秀操作 但這個操作有點 跟我們太傷自己的手術的感覺 分兩線 然後這上方也是被解決掉 家裡BBQ也很難守住 沒有擊兵 對方騎士就會輕鬆 屌虐 城堡這邊羽毛建設手繼續再出 但城堡可能會掉 因為石頭沒有人在踩了 直接歸零 喜歡可以射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但後方有聰明來修 應該是沒機會 有機會 好那來到了地獄時代這個時間點 是馬力人最強大的時刻了 然後怎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現在這個自願永去的技術 黃金化可以多花15%的時間 就會比這個瑪雅多出很多黃金出來 而且到了地獄還有這個彪悍精神 就是他最強的時期 好 城堡守住了 兩邊城堡 沒想到都被他狗了下來 雲頭司機直接被反殺了回去 三台直接被砸爛 但中間的痛途也是越控越兇了 好 好馬力人把自己的資源到幾乎歸零 補下惡景農田 那瑪雅這邊可能也要補下惡景農比較好 因為景氣其實有點差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說MBL比較偏下於手術型 他這個農的程度並沒有非常農 手推車也沒補下 好馬力人也沒有補 所以大部分的高手都是比較偏向這種手術型的玩家 大家都覺得手術控這些兵比較重要 但你看BIPER他這麼強並不是很注重在這個控兵上 反正是很注重在這個農上面 控兵的話他就是預判式的那種 我知道大概你會從哪裡出現 先把兵放在那邊 然後你出現的時候再繼續控 但大部分玩家就是一直控一直爽 所以會消耗大量的手術 在控兵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BIPER的手術也是很快 就是他第一時間圍圍牆之類的 所以都是他的小技巧 那縱觀來說 瑪雅人這個文明是比較偏向吃農的一個文明 如果不農上去的話很難打出他應有的價值 好 瑪雅這邊後面看到大量騎士只能撤退嗎 還是要直接上前硬拷 這邊瑪雅射手雖然騎士有慢慢多了起來 但這邊硬打對上騎士還是有點難受 右方這邊與射手做到非常多事情 因為與射手的傷害非常高 非常多的屍體都在躺在地上 MBL靠著自己的手術打多線操作 打出了一點優勢回來 好 這邊直接鑽上這個封 右邊村民直接殺了大概十幾次有 MBLKD值已經突破天界了 殺了54吋 這裡只損失了18吋而已 好 正面來看一下 這邊交戰感覺打得還可以 與射手繼續在前面硬扛傷害 城堡後面輸出 距離頭司機右邊補上了三台 想要直接拆到上方的高地城堡 哇 這邊還有兩台 總共五台直接硬拆掉啦 好 嘉莉的內奐解決 瑪莉的騎士稍微可以出去 去弦線緩緩 不過這波騎士要趕快去送到MBL的嘉莉 避免沒辦法 讓這些騎士打出更多價值出來 因為那個騎士只要一直發呆 就沒辦法做到更多事情 一直打正面其實也不太好 這個時間點喔 馬國要多打多線 是比較OK的 好 距離頭司機這邊反殺成功一台巨頭 正面騎士再度上前硬騎 好 右側巨頭直接開拆 又要把這個修道院給砸出來 裡面的生物又噴了出來 雖然村民在上前拿拳套硬打 但這個能解掉一台嗎 感覺有點困難被修了回來 哇 極限殘血的修毀 兩邊目前打得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實際上瑪雅的經濟更是不好 村民數已經降到剩95村了 那瑪雅剛剛這一波也是受到非常多的村民喔 被屠殺 地上也是村民的屍體啊 有點慘了 右邊這裡也是拉幾吋 正面也是直接被騎上來的關係 村民數下降非常多 瑪雅終究還是要轉這個級兵喔 但現在沒有足夠資源可以轉了 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裡面沒有黃金可以挖 MBL正面的野金金礦 這邊要是拿不回來的話就沒了 左邊這個金礦也被控住 MBL直接靠著買賣一波 想要轉出更多的羽射手 沒有黃金的瑪雅 怎麼跟有黃金的瑪莉打呢 瑪莉飆和劍神點下去之後 重裝騎士12加7 超高的傷害 MBL這邊感覺不太妙 會倒 VChester這邊瑪爆非常成功 但是我覺得這是有點文明Counter的感覺 瑪莉人確實打瑪雅人好打很多 而且還有步兵高遠防效果 騎士本身也不差 也是高攻擊力 打對方的黃金國老鷹也是非常好用 所以瑪莉人真的是有點Counter到了瑪雅人 不得不說 其實有一半是文明的問題 所以這個畫面才會長成這樣子 不然其實瑪雅也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但是也是蠻看對手文明的 講實在是這樣子 而且瑪莉這次改太多了 而且改得非常好 好 疾病出多點萬 看來疾病也出不來了 只能用腸狼兵只能頂到底 那白鵬會搶的地方就是 他會玩瑪雅的時候遇到洗冰果 第一時間就去生這個疾病的升級 而不是弓箭手 自己是弓兵國也會優先生疾病 這就是有點預判的這種感覺 好 我們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話是由 MBL拿下木頭的小小勝利 但食物直接輸了一萬 弓兵國的話 木頭戰還算偏少了 經濟來說並沒有太好 雖然生物有三個 但是殘說黃金走一點點 因為這個修道院一直被巨型投資機給拆到 所以黃金能產的時間並不夠久 那黃金部分果然是由瑪莉拿下勝利 只能贏了快要3000黃金 那這邊他有個小細節沒有打好 就是這個一級絕金 到48分鐘才點 但這個東西 是你點到封建時代升級 城堡時代時候 就可以嘗試去點點看的了 不然就是你升帝王時代前你要去點 但他到了這個時候才點 讓瑪莉的挖精技術 並沒有到非常頂尖的一個程度 就是普通的感覺而已 但也沒有關係 畢竟瑪莉朗本身還是需要更多肉 去轉出自己的奇事 還有這個科技出來 所以這個黃金稍微慢點升 也不是非常誇張一件事情 畢竟自己瑪莉朗也是有加速能力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